行驶中的捷运列车这一幕 让所有乘客既担心又无奈 三位抱着要不的孩童 一个在座位上 两个在座位下玩得好开心 完全不顾他人的眼光 其中白色衣服的孩童 瞬间滑到走道 接着摇摇晃晃站立 又爬到椅子上 终于有乘客舍不了来去 面中始终不见家长出名制止 小朋友的行径也越来越夸张 原来一位女乘客29号晚间 搭乘捷运新路线 前往南视角 没想到却看到这样的情况 让他很傻眼 好 从影片上可以看到 那三名尿布的小童 在车厢内几乎能爬的 全部都爬了 只差这个天花板没有爬 那么根据拍摄 影片的民众回忆 那么在这趟路程 大约是从补停到南视角 换算下来 大约是整整13分钟 因为如果说受伤的话 小 对啊 那家长要自己负责吧 你的行为表现 绝对不要去影响到别人 对 所以这样的行为 其实已经严重影响到车厢内 就是游客的安宁 女乘客把过程PO上网 让不少网友痛批 家长实在太不负责任 前运公司则表示 若遇到这样的情况 民众其实可以利用对讲记 和司机员联系请求处理 不过在看看影片中 整个车厢像是小朋友的游乐场 不但吵闹到让人无法忍受 万一过程摔伤了 又是谁该负责 九龙岸延俊宇台北报道